这个店也关门了 这一个小精品店 我本来说莫名其妙 这种坡店还能在这块生存 熬过整个疫情 真是莫名其妙的 这块原来就是个卖衣服 卖小礼品什么的一个精品店 然后这个也在装修了 这个原来是一个 这边是个面馆 这边是一个奶茶店 那个奶茶店倒闭了以后 又变成个卖奶粉的 卖奶粉的也不行 现在这两个都 都装装是打到新入住的 后来是改的卖奶茶 还是啥 整点都18元以后吃 什么青汤羊肉1.5斤 168元一份 羊肉包1.5斤 168元一份 碗鱼约5斤 是做鱼生165元 他这个价位弄没弄去都差不多 这两只狗闹上去 还有好几只狗 这块什么时候弄了个托管班 以前没有听说这有个托管班的 这个怎么招牌都吊掉 这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老是在这儿晾冬 刚好晾 但我今天生意很好 你看那里边都是 又开始在外面摆坐 而且isés 你看 在只能定 中文字幕 李宗盛